真言第三十章 谁在衣服里 谁立定地的四级 他名叫什么 他儿子名叫什么 你知道吗 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炼镜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言语 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为死之先 不要不赐给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 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你不要向主人缠绑仆人 恐怕他咒诅你 你便算为有罪 有一宗人 咒诅父亲 不给母亲祝福 有一宗人 自以为清洁 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 有一宗人 也目何其高傲 眼皮也是高举 有一宗人 牙如箭 齿如刀 咬吞灭地上的困苦人 和世间的穷乏人 马皇有两个女儿 常说 给呀 给呀 有三样不知足的 连不说够的 共有四样 就是阴间和食胎 进水不足的地 并虎 细小父亲 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 他的眼睛 必为谷中的乌鸦 啄出来 为鹰除所吃 我所测不透的奇妙 有三样 连我所不知道的 共有四样 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 蛇在磐石上爬的道 船在海中行的道 男与女交合的道 淫妇的道 也是这样 他吃了把嘴一擦 就说 我没有行恶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 连地担不起的 共有四样 就是仆人做王 鱼丸人吃饱 丑恶的女子出嫁 婢女接续竹母 地上有四样角物 确甚聪明 蚂蚁是无力之类 却在夏天预备粮食 沙帆是软弱之类 却在磐石中造房 蝗虫没有君王 却分队而出 手工用爪抓强 却住在王宫 步行威武的有三样 连行走威武的 共有四样 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 无所躲避的 猎狗 攻山羊 和无人能敌的君王 你若行事于完自高自傲 或是怀了恶念 就当用手无口 咬牛奶 逼成奶油 扭鼻子 逼出血 照样 激动怒气 逼起争端 瘍 瘍